厚厚浓雾弥漫淡水河 从关渡平原远眺观音山 几乎完全被笼罩 冷空气还没报到 东北季风力线增强 带来脏雾空气 因封面首当其冲 台湾海峡包括西半部 像清城的时候在嘉义新屋 甚至马祖地区都有发布农雾特保 禁地表的整个空气是比较暖 水气也相对比较多 就在清城有这个雾的状况 白天之后雾逐渐消散 但秋老五持续发威 高温再破30度 气温高高低低让人受不了 周四之后一直到下周二 育儿两波东北季风 第一波周四周五 被台湾最低温降到18度 周六周日稍稍回升 到的周一又再度下滑 最低温会出现15度 前一波的东北季风 最低温在淡水15.2度 就已经有接近15度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强度 跟上一波是比较接近的 再一天好天气 接下来又要回复到 时时冷冷的天气 提醒气管过敏 或是心血管问题的民众 尽量待在室内 如果要外出 记得戴上口罩 做好自我保护 大约新闻消失 写客性质 台北报道 这些质量的民众 都要回复到 在室内 就会被写下来 都要回复到 这些质量的民众 这些质量的民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